阿楓 阿楓 我是阿楓 我很少在別人辦活動上來講 因為我都專門辦活動 這是我的介紹 我們還怕吃咖哩 屁股很大 所以看到我不要罵 我屁股很大 因為很天真 轉過來可以講 側面就可以明顯感受到 這字真的看不太到嗎 不好意思 我們家裡我們每個月固定舉辦一次 然後我們現在在台北 桃園 新竹 台中 高雄 淡江銘 船 原始我們都會舉辦 然後第一種就是焦點 我後面會講 然後前面會先介紹 為什麼我要辦焦點 像我店在外商 然後外商就是福利好公司 當然薪資好好的 那我為什麼要離開 因為我只做了三個月 我為什麼要離開 因為我們福利這個時候 我們公司 大家計程車不用錢 我們公司就是每天都有吃過完的東西 因為我要照顧巡述 這邊大部分都是工作子 大家應該有廣告的巡述 就是禮拜一到禮拜五 你非常痛苦 你非常想要離開公司 然後禮拜五的晚上 你發現 喔喔 Friday night 我就好好玩 禮拜六就認真玩 然後禮拜日 就是想說 也不想 就這樣過去不玩 可是我發現 你要讓自己有做夢的時間 這是一個廁所 事實上 這是廁所 我那時候每一在公司 我會上三次廁所 這三次廁所 我各上會上15分鐘 因為那才是唯一 讓我擁有時間做過 那是什麼 讓我 剛剛在弄得好像有點臭臭 是什麼 讓我願意捨棄掉外上工作 是焦點還是夥伴 事實上 焦點的人生 我小孩 如果是夥伴 這群餐點的人 我覺得人 還是我願意或什麼 要留在腳點 繼續辦 這是我們的規則 這兩分鐘自我介紹 我卻不住 每個人都多人做自我介紹 你只要留上關鍵字 跟一個圖片 你就可以自我介紹 介紹你自己 讓別人更容易認識 這是我們的第一個規則 另一個規則是9分鐘 有分享9個人 這分享就很free 我們分享什麼都可以 就像一個人在台北一樣 有的分享跟爸媽掃家 有的分享在大陸創業 有的分享表演的宣傳 甚至有人在那邊燃銷 就是9分鐘 你根本不知道他講什麼 就過去了 那為什麼我要做聚會 很多人都想創業很多種 你可以說app 這邊有facebook Qsearch 這邊有文通 這邊有 其他有的沒有的 為什麼我要做個聚會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台灣人缺乏 這實際上是一個舞台 不太好 那是一個舞台 我覺得台灣很喜歡聽演講 可是台灣很喜歡聽演講 可是他並沒有 並不敢站在舞台上 但原始因為沒有個舞台讓他發揮 所以我建立一個舞台 可以讓大家在路上有分享 這是我們第一次的聚會 也是一樣 就是畫面有點糟 我們第一次聚會只有20個人 然後那20個人就是 非常稀稀裸裸都沒有人要上去演講 沒有上去分享 所以我們第一次是要舉辦的滿長 重點是 我還虧錢 OK 辦了第一次之後 我發現越來越多人願意分享 而且你去做進行準備 像右上角的這個就是他去做 他的畢業專題是一個fashion的 一個展覽這樣子 左上角是一個人想要輸出 他不知道怎麼出 他今年5月確定可以輸出 因為他在焦點 找到了有一個主編的朋友 這是關於AIN的故事 是他妹妹 是一個清晨病的 然後他想要做一些 幫妹妹做一些什麼 他不知道 所以他的焦點 講了他跟他妹妹故事之後 大概有10個人願意過去 分享他的資源去幫助他 這個按鈴摩這個對 這個按鈴摩這個也是 那個 就我剛剛講出書那個人 他通常知道他很會讀書 可是他不知道什麼 所以他的焦點 分享他出書的戲的話 今年5月他確定要出書了 雖然不是一個很有名的作家 不滿是幫助了他的樣子 通過分享 事實上在這舞台上也是分享 你可以幫助別人 被人幫助找去夥伴 工作放鬆 找去你的靈感 整個城市 事實上就像你家庭 一樣的存在著別人 然後我叫你想做 就是讓你成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 就像你跟他台北一樣 每三個月一舉辦一次去跟別人 找我們夥伴 電影面播音 有沒有賀 賀新春聖誕節 之後還會有華人說 那個 那個洩藥會好 那他想華人說 我們就想他華人說 對 這個一樣按摩摩 不知道怎麼一直按摩摩 不是我們特別 就是按摩摩 這是我們之前去一個地方 一起畫畫 這是全部我們台北的自工夥伴 就一起在那邊畫畫 然後花了三千多塊 不知道畫好東西 那這是我們台北的活動 這QR Code應該少得到 如果大家不想少 沒關係 這只要可以問我 然後我們最後要200塊 我們固定在每個月 第一個禮拜六的晚上 然後讓大家自由交流 自由發揮 這樣子 當然我們也是有遇到很多困難 其實我知道我們困難很多 就是因為我先在做這個 所以我們需要更多的合作機會 而且我們想要幫企業做焦點 然後還是台中我們 人數一直衝不上來 不知道什麼 所以如果台中有認識的朋友 可以幫我們做宣傳 這樣子 然後最後我想邀請大家 拿起你的可樂 拿起你的台北 我們為你的人生 好燦乾杯 Cheers